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这个可信度呢,大家呢,这个评估,呃,是科普中国,呃,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说什么呢,说这个,呃,不要一听到淀粉呢,大家就害怕涨血糖,涨胖,其实有一类淀粉呢,它不仅不会制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效果 前不久,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德国汉斯诺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吃一些含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可以减轻脂肪肝并降低肝损伤 研究招募了200名脂肪肝志愿者,145例男性,55例女性,平均年龄是39.1,正负9.1岁 并随机分了两组,分别接受抗性淀粉干预和等量的对照淀粉干预 两组志愿者每次饭前用20克淀粉与300克毫,300克,300毫升水混合食用 每天两次,四个月后发现,接受抗性淀粉干预组 第一,脂肪肝减轻,脂肝损伤程度改善 与对照组相比,抗性淀粉干预组肝内肝油三脂含量 绝对降幅为9.08%,相对降幅呢,是39.42%,校正体重变化呢 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89%和24.3%,效果是显著 此外,抗性淀粉组织的志愿者干损伤干功能指标得到改善 第二,体重减轻,血脂水平改善 抗性淀粉组织,志愿者的体重降低了 胰岛素抵抗状况,全身炎症水平,血脂指标具有明显的改善 就是血糖高了以后啊,全身发炎,我要理解可能有点这个意思吧 你这里发炎,那里发炎,当然你全身都不舒服了 什么是抗性淀粉呢? 抗性淀粉属于膳食纤维的一种,是一种难消化的淀粉 它不能被人体直接消化,但可以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菌发酵 对代谢有积极的作用 那么总体来说,抗性淀粉可分为四类 第一,包埋类淀粉 淀粉的颗粒被食物中的一些成分包裹,影响消化酶的接触 所以消化比较慢,比如全骨粒,种子,豆子都属于这种 第二呢,是属于天然淀粉颗粒 只有加热糊化后才能被机体消化的 比如说马铃薯,红薯,青香蕉中的淀粉,就属于这种 大家记住啊,这个全骨粒这个比较难一点 不是说这个东西难得到,是比较贵一点 全骨粒的这个东西我要理解 就是他在给卖脱壳的时候啊 他要保留人和皮 就是我们这个,我小时候 有一种叫康,有一种叫肤子 就是为那个鸡鸭猪的一种东西 就是这古物的粮食核心和壳之间有一层东西 把那个东西要拿下来,含在这个,不能是精 你知道精呢,我们只要核心,比如说麦粒吧 只要核心核心的那个,那个粒人 把皮脱掉,这精面,这个不好 一定要把壳中间和粒中间 壳中间的那层东西拿下来,就是好东西 很贵啊,这个全骨粒的东西都非常贵啊 啊,比平时的食物也贵两三倍吧 应该是,啊,这个也就是一个 可能比较难拿下来吧 那这是一种了,那么这种呢 这里还提到了豆子,也算是,是吧 那种豆子就比较好获得的多了 嗯 第二种呢,就是马铃薯,红薯,土豆啊 土豆和这个,我们北方话叫塞玉 土豆塞玉,青枪椒种的淀粉,这个就比较难 是吧,两种了啊,这两种淀粉 是可以这个,不增肥的 第三种呢,叫回生淀粉 回生淀粉呢,就是煮熟后的食物冷却 储存过程中产生的淀粉 比如,冷却的米饭和土豆等食物 抗性淀粉含量增加 如,生土豆含抗性淀粉是75%,而新煮熟的土豆仅含量3% 但冷却后呢,又增加到了12%,吃冷的,不要吃热的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是吧,这个要注意了 啊,这个吃冷饮呢 有人认为对人的肠胃 有帮助 你吃太热的东西 对食道,对人的肠胃 是损害,什么各种 癌变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种趋势 比如说喝热开水 啊 但是这个食物加完热,它灭菌了 你放的太长 那就不行,就产生新的变化 那可能就是热了以后,冷却了 就赶快吃,可能就好一点吧 吃冷饭 啊 第四,就变性淀粉 工业上用一些一个方法 啊 呃,制作的淀粉 从而呢 呃,可以拓宽它的用途和性能 这其中我们可以利用的是前三种 啊,那个第四种这个变性淀粉就不提了 哇,这是工业上的这个问题了 吃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能满足 满足食欲 因为它在胃里占地方 轻易产生保护感 同时由于抗性淀粉几乎不会被消化吸收 所以说吃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有利于体重的保持 啊 可以减重 存在脂肪肝损害的朋友啊 不妨增加 有意识的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 呃,如何获得抗性淀粉呢 给几个思路 吃饭的时候呢 加一根有点绿的香蕉 啊 蒸米饭的时候呢 放一些个黄豆 扁豆 鹰嘴豆 提前一天煮米饭 土豆 红薯 密封后呢 放在冰箱里冷藏过夜 吃的时候加热到三十多度就可以 三四十度 将烤好的啊 蒸熟的土豆 红薯 山药等食物切片 晾干 当零食 加餐使用 有实验发现 将蒸好的普通 呃 精米啊 米饭 密封后放入冷藏 24小时 抗性淀粉 从百分之四增加到了百分之十四 注意 此类食物缓慢冷却产生的淀粉就更多 因此 应将密封好冷储藏 而非冷冻 所以低温时抗性淀粉含量增加 但食物用生冷 呃 容易硬起 产位不适 可以稍稍加热使用 同时 大家要注意 再次加热过程中 产生抗性淀粉的含量会降低 最后 需要和大家说明的是 不是所有富含淀粉的食物 煮熟 放冷 都会产生抗性淀粉 比如说 呃 糯玉米 糯米 小黄米 等 汁炼淀粉含量的食物 放冷 对其产生 抗性淀粉影响并不大 嘿 一篇好文章 啊 通过这篇文章 大家就要获取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不是所有的碳水 都是对人 啊 肥胖 啊 破坏的 这样呢 导致我们这个吃饭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这个产生 什么样的淀粉都拒绝食用 这个也是个问题 那这里也讲到了啊 红薯啊 土豆啊 豆类 这个都是可以吃的 而且最好是放冷吃 啊 不要吃热 以此相反 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问题 比方说 你就吃那个 啊 糊状的东西 尤其北方人特别爱吃糊状的东西 是吧 什么这个老豆腐啦 啊 什么就割八 割八菜啦 什么 都是最糊状的 又是 又是热的 又是糊状的 哎呀 肥胖 一个个的肥头大耳 啊 像猪一样 啊 好了 这些个东西 这是保留啊 红薯 土豆 豆类 啊 没有说南瓜 行不行 南瓜看来 没有提到 这个 南瓜没有淀粉吧 南瓜 不含淀粉 南瓜不是被世界 卫生组织定义 为粮食吗 青香蕉 哎呦 南瓜含淀粉 老南瓜 淀粉含量高 嫩 黄 嫩南瓜 淀粉含量 这是低 啊 那么 南瓜中的淀粉含量呢 是百 100克 呃 是1到15克 呃 我看这个什么 红薯里是淀粉含量多少 红薯是100克含24克 那你红薯还比南瓜含淀粉量高了 啊 我看这个 面粉含淀粉是多少 面粉就含淀粉70% 对 是 咳咳